跟你混 你算什么东西 满级大佬重生回到20岁 混混头目竟想说他当马仔 红彪的出现让整个大厅瞬间陷入了安静 王凯众人更是大气都不敢喘 这来的可是通州的地下皇帝红彪啊 红彪直接让刀疤男清场 他倒是想挥挥这个盲开八百营的落成 刀疤脸领命直接向张海众人走去 他告诉张海除了落成他们所有人现在立刻就滚 张海等人原本以为他们在劫难逃 但听到刀疤男居然这么轻易就放他们走很是高兴 他们赶紧连滚带爬地跑出了会场 张小曼和两个男同事却还在犹豫 刀疤男见他们不走立马呵斥 再不走就干死他们 落成立刻回头告诉他们留在这也无济于事让他们先走 三人知道他们确实帮不上忙 金发男本想说些什么 却见张小曼率先走了出去 再不走万一真的不放他们走了吗 很快他们走出了海岳小柱 金发男很是生气 他们这样太不讲义气了 落成是为他们才出头的 可张小曼反驳那又有什么办法 对方是红彪难道留在那团灭 金发男不甘心地叹了口气 只能祈求落成吉原天象了 此时在另一边大厅内 你们确定要留我 别紧张 我就是对老弟的排挤有些兴趣 想找你聊聊罢了 和你没什么好聊的 敢对标哥这么说话 你小子找死 阿道 既然老弟如此耿直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跟我红彪混 要么留下一双手走人 留我一双手 恐怕这里 没人有这种本事 够嚣张 不过听你的意思 是完全不考虑跟我混 跟你混 你算什么东西 落成的这句大实话 彻底惹怒了红彪 他直接吩咐刀疤男 不必留手 彻底废了嚣张的落成 刀疤男掏出匕首 就向落成冲去 落成感觉出 刀疤男身上沾满了血沙之气 显然他的手里背了不少人命 刀疤男没有想到前面的落成 居然诡异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只见落成伸出手指 向他轻轻一点 轰轰一声 刀疤男已经被落成手指的气劲 轰出树目 落成收回手感受着 太黄金的气息又弱了一份 他知道在找到可用的种子之前 他得省着点用 众人看落成一招 就把刀疤男杆翻大吃一惊 他们意识到落成不是普通人 而是高阶舞者 红标连忙安抚手下 即使是高阶舞者也是有极限的 他让重打手全部冲上去耗死落成 而他则躲在后面打上了求救电话 他没想到竟然能惹到舞者 他必须找上面的人来救场 快接啊 快接 这帮人可拖不了多久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啊 当红标抬起头来时 他看到了落成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冷冷地看着他 电话打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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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